第15题 发酵反应 则最多约可产生酒精多少功课 我们上课有教过用墨尔来算 也教过用质量来算 老师有教过一个所谓的计算三步骤 那我们现在呢就直接用课本的方法来做 各位看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方程式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晓得 他的墨尔关系就是这里有一墨 这里有两墨 这里有两墨 那如果要换成质量功课的话 那么墨尔换成质量要乘以原质量或分质量 葡萄糖的分质量是180 所以1乘180就是180公克 那么我们的这个酒精 他的分质量是46 所以这里2乘以46叫做92公克 那么CO2的分质量44 所以2乘以44就是88公克 也就是说 如果我有180公克的葡萄糖 我可以完全反应产生92公克的酒精 跟88公克的二氧化碳 而我现在呢 有90公克的葡萄糖 那么这里是一半二分之一 所以这边也是一半二分之一 我就会产生46公克的酒精 所以第15题问我们说 则最多约可产生酒精多少公克 我们答案选的是 诸46公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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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